你常常有這種症狀嗎 想買不敢買的股票總是最標 買進的股票往往一買就開始跌 但其實選股買股報股這件事情 可以很簡單也很快樂 讓外資操盤手出身的林玉凱分析師告訴你 快樂其實可以很簡單 歡迎收聽 股天樂 摩爾投顧110年 儘管投顧薪資第026號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有孫母 在我們今天錄影的當下呢 中午12點02分 台股大約上漲273點 應該有把過去幾天 你的這種恐慌啊 恐懼的陰霾一掃而空 再次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外資出身的分析師林玉凱 好 首先來看一下這個台股 昨天才剛剛大跌嘛 把這個16000點給跌破了 那今天呢 漲個200多點 又把16000點給收復回來了 講坦白一點有點無聊 真的有點無聊 有時候呢 可能莫名其妙 給你大跌個一兩百點 你認為好沮喪 有時候又給你漲個一兩百點回來 你頓時又好開心 可是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其實也不過就是在16000點上下做打轉 這個叫有夠無聊 就像那個酒品芝麻館有看過吧 裡面有一個方堂鏡 在公堂之上 跳進去又跳出來 我又進來了 我又出去了 16000點又跌破了 16000點又站回來了 所以各位那個16000點本身沒有太大的意義 能不能夠站得穩 並不是一個什麼重點 所以不要被媒體或者是 兩光分析師去誤導你的判斷 那麼市場上的專業投資人呢 目前主力大戶啦 大概可以把它概分為兩個派系 分長線跟短線 長線就像我說的 他們認為台股跌夠了 價值浮現了 就會進場 那這批人呢 就會像我月中所告訴你的 台股16000點之價 就是龍困潛攤 他們都知道說現在台股的基本面來看 16000點以下 沒有懸念嘛 真的就是龍困潛攤嘛 完完全全就是基本面的最好買點 所以 你會發現喔 在5月初這一波往下跌 跌跌跌跌下去之後呢 自然會有所謂的買盤進駐 很多的個股 其實早在4月底 就已經落底了 就殺不下去了 所以說這是一個台股的特性 基本面買盤 其實老早在台股跌破16000點的時候 他就會大量的去做進場 可是這些人呢 基本上不太會去 左右到台股的走向 怎麼說呢 因為長線資金的做法是Buy and Hold 我覺得現在價值低估了 我就去買 買了我就抱著 他們頂多頂多 他的作用就是形成一道支撐防線 可是如果要真正令台股去向上做攻擊表態 要靠誰 仍然是要靠一些短線的資金 仍然是要靠一些短線的資金 注意我說的短線資金呢 不是說什麼 當沖啊 隔日沖那種 那個叫極短線 其實那個也不至於去左右台股的走勢 所以我所謂的短線資金 它仍然是會有一個波段的操作 可能至少以週或者是以月為一個單位 那這一票的短線資金呢 在這一波台股下跌的行情當中 基本上從三月底到現在啦 要嘛跑去做空 要嘛退場觀望 所以基本上 這一票暫時退場的主力大戶 它也不太會去做撈底的動作 因為它也知道說 現在台股就是這樣嘛 一萬六千點上上下下嘛 一下跌破一下站回來 一下跌破一下站回來 所以重點並不在於一萬六千點 而是趨勢能不能夠被改變 各位重點是趨勢能不能夠被改變這件事情 這兩個月來呢 空方的趨勢能不能夠被扭轉 被扭轉 這條我說過了這個下降的趨勢線 能不能夠被扭轉是一個關鍵 是一個關鍵 可是我說過了 以現階段的市場氛圍來說 如果沒有一個太重大的利多 台股去拉長紅K做表態 反而危險 所以最安全的做法 也是我前幾天跟大家所預告的 以盤待跌 以盤待跌 蓄勢待發 不用漲多少 只要能夠守住這條防線 就是一萬六千點 你上去也無所謂 下來也無所謂 反正你就在一萬六千點的上下左右 就是做橫盤整理 做打底的動作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能夠蓄勢待發了 我們節目當中很多這個名言家句 每一句都很重要 字字珠基 如果說你是聽我們廣播的朋友 其實我建議你可以再去加入我的YouTube頻道 因為在YouTube頻道當中 因為是二十多分鐘的節目 很多的分享會更全面 特別說還有一些畫面上的呈現 很多這個教學啊 都會需要這個畫面來做一些帶領的 那就算有時候你比較忙 你不能夠去觀看我們的節目 每天晚上 在我的頻道 我們還會有文字的重點整理 我的Live 我的Tragment 都會有重點整理 所以也可以透過等等 廣告的資訊把它加起來 那如果你是那種忙到 連文字都沒有時間看的 各位你光看我YouTube頻道的這個圖標 我每天的這個封面啊 其實光是封面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是花很多時間跟這個創意 來去製作這個封面 因為每天看到這個插圖跟這個標題 你可能會會心一笑 可是會心一笑之餘 你也能夠去快速掌握盤面的重點 那現在呢 市場上的獲利機會確實越來越多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加入我的頻道 我的YouTube 我的這個Live Tragment 趕快趕快加 那這個禮拜我會告訴你 下週最新的機會在哪裡 我們現在先把盤面講完 那這一波台股呢 是跟著美股下跌的 俗話說得好 解鈴還虛細鈴人 台股要回穩 人要先看美股 那美股現階段的重點在哪裡 之前我跟你說過 美股的結構屬於法人多 散戶少 所以操作比較理性 而且會比較偏重 基本面 像價值投資嘛 這你可以發現喔 這一波美股 當開始下跌之後 每次破底就是強彈 每次破底就是強彈 以道琼指數來看 每次的反彈動輒是2000點起跳 那我們簡單講一下 什麼叫強彈 什麼叫弱彈 其實這個你有學過黃金切割率就知道 有所謂0.618跟0.382 如果說強勢反彈 假設跌1000點 它能夠反彈超過618點 0.618就叫做強勢反彈 如果它只反彈了300多點 0.382 這種就叫做弱勢反彈 OK 那 套用到K線來看 目前每一波的反彈都超過 下跌幅度的 61.8% 這就是強勢反彈 來數據我報給各位喔 每股第一波的下跌從36952點 跌到33150點 跌幅是3802點 那正常來講應該是要往上漲嘛 應該是要反彈至少2350點 可是呢 這一波遠遠超過 遠遠超過 所以呢 這第一波的反彈是達成這個強彈的條件 那第二波的下跌呢 從3500 824點 跌到32272點 跌幅是3551點 那正常來講強勢反彈 應該要有2195點 可是呢 在這一波台股的反彈 也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那這一波 就是離我們最近的這一波 每股是從35492點 跌到30635點 這一波跌幅大概是4865點 那麼照理來講 應該要反彈3000點 應該要反彈3000點 可是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來看一下每股反彈的多少點呢 從5月20號的 30635點 到昨天的 32774點 似乎反彈幅度還有待加強 至少至少 我們還有1000點的空間可以去做把握 至少還有1000點的空間可以去做把握 所以說呢 現階段 每股已經 稍微有點直穩了 那從每股來看 台股已經解除警報了 那再從形態來看 台股現在也橫盤整理 偷偷摸摸的正在改變趨勢了 我不會告訴你台股一定會狂噴到哪裡去 但是趨勢的改變 勢必會吸引更多的主力大戶願意進駐 很多的股票會開始噴出 所以現在現在一定要趕快補局 好不好 那關於等一下 剛剛所講的這個美股的資訊 這個表格 我們也會放在我們的頻道 like跟telegram 所以記得一定要一定要趕快的加入 另外重點 更多更好的機會 我相信今天你已經有嗅到這個氛圍了 可是呢 現在進場其實都還不算晚 現在進場其實都還不算晚 所以各位你務必要把握下個禮拜 只有四天的機會 下個禮拜會出現非常多非常多 如雨後春筍般的機會 如果你要把握這一波賺錢 也就是上半年 最後的一個 最佳的進場買點的話 請你務必要鎖定我的頻道 因為在這個禮拜 周休日 我們會把很多的重要資訊 都放在這邊 所以各位 務必留意等一下廣告資訊 加入我 找到我 關注我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有機金廣米 新上市 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府裡 我們契作了一片 二十三年來 都摘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秀菇鑾吸 上油全圓灌溉 孕育出鼓力飽滿的 高雄一三九號稻米 金廣米 有機白米 糙米 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 四包六百六十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想跟著老師操作提高勝率嗎 快搜尋小老鼠 WIN 16888 小老鼠WIN 16888 加入老師Light 每天都會有 即時的財經資訊 盤式解析 透過核心持股 加上衛星持股 再抵擋佈局 才能讓資金翻倍 我們無法控制台股的走勢 但可以控制自己選股的方式 林玉凱分析師 給你最專業的分析 最靠譜的獲利 趕快來電 0800-66-8085 0800-66-8085 謝謝 謝謝 謝謝